戴著眼鏡和花環站在臺九線上 這是潘小霞筆下的前夕專員明會 主委孫大川 還有蘭嶼的八代灣夕陽 栩栩如生 從事報導攝影記錄 三十多年的攝影師潘小霞 轉型畫油畫 開啟人生的另外一個 藝術創作里程碑 畫中的主角 孫大川也來參與潘小霞的畫展 這些人 包括他們的後代 畫作裡面我比較感動的 因為這些人都是以前 援運的時候的健將 然後有一些是他們的 比較晚一輩的小孩子等等 也可以看出來這個小霞很重感情 他有一次跟我講 因為我本來就不覺得他很會畫畫 可是他一講了以後就真的好像也有那麼一回事 過去潘小霞曾經擔任記者 記錄二二八事件 參與街頭運動 也做原住民族文化紀錄片 但不曾長時間拿筆畫畫的潘小霞 這次展出的二十多幅新作 畫中的人物和特寫 都是潘小霞自己過去到過的部落 遇到的朋友以及實地拍攝的景物 有些畫中人已經不在人世 看著自己的畫作 潘小霞有道不敬的激動與感念 三十年在部落拍照 到現在還有街頭運動 然後以這個主題包括就是這次裡面有 街頭運動還有作家系列 就是我想原住民作家是蠻稀有的 所以說我 而且都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沒有去這個部落裡面 我就不畫 因為我沒把他部落場景畫出來 我是想 或許剛剛他們講的就是說 讓很多人想回鄉的感覺 這樣 從每張圖畫上 可以看得出潘小霞將攝影的功夫 運用在畫作上 筆觸帶有如木刻般的力道 年已六十的潘小霞 希望放下攝影機 拿起畫筆畫作 希望帶著觀賞者 跟著他一起進行部落相遇的旅程 記者達人夫賽 特別是採訪報導